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跨完年 对不对 今天已经二月算下旬了 所以我自己个人 这个成长的过程 其实一直蛮有感触的 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 在学校 尤其是念国中那个时期 上课的时候 如坐针毡 尤其上到那个 真的没有天分的科目 比如说数学 比如说理化 那个五十分钟的课堂 感觉好像过五十年 然后我们就会忍不住的 一直看手表 可是你会发现 一直看手表 那个时间仿佛 好像有千斤万两一般 拖住那个分针 秒针 就越跑越慢 越跑越慢 所以那个时间 过得非常的痛苦 但是上到自己喜欢的课堂 怎么好像这个时光飞逝 五十分钟一下子就过去了 然后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 慢慢的才发现 现在好像过日子都很快 早上刚起床 一会儿功夫就吃中饭了 又一会儿功夫 晚餐时间又到了 那么一会儿功夫就要就寝了 然后到现在 我自己个人对于时间的感受 感觉是以周围单位 以一个礼拜为单位 也晃远呢 一个星期就过去了 因为我们的算工作稳定了 那么生活也很稳定 所以每天大概大部分的事情 都是照张办事 所以没有感觉到 有太大的起伏变化 所以时间的感觉 就变成以周围单位 我经常跟学生分享 搞不好我们再过几十年 等我五十岁六十岁的时候 那个过日子的那个感觉 就是以月为单位 一晃远 一个月过去了 所以可能在年纪大一些 感觉好像以年为单位 怎么一晃悠一年又过去了 到了生命最后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所以时间不等人 虽然说我们随着年龄 随着经验 我们对于时间的感受 可能不太相同 但是呢 这个上天啊 对我们的 这个时间都是公平的 因为你过一分钟 我也过一分钟 你过一秒钟 我也过一秒钟 但是这一分钟一秒钟 我们怎么过得踏实 怎么活出自我 怎么去贡献几场 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国家 有什么样的奉献 这就是个人的因缘跟造化 那当然也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好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再延续着昨天 我们的课程 今天我们看到呢 百家姓的第四个姓是 李 姓李的人啊 很多 以目前的人口统计的话呢 他在中国大陆啊 是第二大姓 各位看到这个数字啊 有点惊人 8700万 而且这还是几年前的统计 所以如果按照人口的增长 现在李姓恐怕已经突破 9000万也不一定了 那这个数字呢 对台湾人来讲 会觉得 哇 好可怕 因为我们全台湾的人口 就是2350万 可是呢 在中国大陆 姓李的人口 就已经是三倍以上的 台湾的人口 所以如果呢 李姓的人口呢 他自己独立成一个国家 好恐怕呢 也是哦 世界可能是前十大的国家 人口数 好 所以呢 这个李姓啊 也是呢 知凡夜貌 那么 竹凡 这个不及备债 尤其呢 以北方人居多 那么在台湾的话呢 李姓呢 是属于第五大姓 也算是呢 人口很多的姓氏的 那李姓的来源啊 相当的复杂 那据说呢 李姓啊 来自于呢 皇帝 哎 你看 又来自于皇帝 对不对 昨天我们也谈 谈到哦 那么各个姓氏呢 总是喜欢啊 跟皇帝呢 有一番连结了 但是呢 是不是真的如此 恐怕因为呢 材料有限 我们也无法深究了 好 所以呢 我们就文献上的记载 我们来做这样子的理解 因为 大家总是希望 自己的祖先 是非常受到敬重的 而且呢 对这个民族 是有一番贡献的 好 所以呢 这样子的心理 好 那人同子心 心同子理 所以呢 各家各姓 也都呢 希望能够跟皇帝 沾上边 感觉好像欲有荣烟 好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那理性呢 比较确定的始祖呢 应该是高窑 好 这个字呢 破音 好 那个字念作窑 而不念陶 好 高窑 那高窑的话呢 在上书里面是有记载到他的名字 那按照呢 这个世系的一个记载 他是皇帝的孙子的后代 那高窑呢 在窑地的时候呢 曾经担任过大理这个官 大理这个官 各位从字面上就会看到 他主掌的是理 对不对 这个理的话呢 当然就跟道理啦 法则啦 原则啦 相关 所以他其实呢 就是我们主管司法的一个部门 那并且呢 主持制定了五种刑罚 史称五行 那么这个五行啊 有两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是说 它就是我们昨天所谈的五种肉刑 这个是一种说法 那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 应该不是这五种肉刑 应该还有别的刑罚 那当然我们就了解 有五行这个名词 也就可以了 因为本来说法呢 就基本上分成两种 那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我们知道 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也就可以了 那高窑的子孙呢 世袭 这个大理 这个职官 那么历经呢 于下商三朝 后来呢 就干脆呢 就以呢 这个职官啊 作为自己的姓氏 所以呢就 称自己为理氏 这个理的话呢 是大理 这个理 就是呢 道理的这个理 那为什么 后来又辗转变成了 现在我们讲的 木子李呢 原来啊 还有一段波折 在商朝末年的时候呢 高窑的后代 李征 受到呢 商咒王的迫害 最后呢 往生了 那么他的太太 气 还有呢 这个李征的儿子 李立征 这个是三个字的名字 然后呢 逃到了 依侯之虚 那么中途呢 因为啊 要躲避 商咒王的追气 所以呢 只能够呢 躲躲藏藏啊 不能够公开的 露面啊 所以呢 经常啊 就是呢 有一餐 每一餐的 最后呢 因为躲在 李树下面啊 以李子 来冲击 最后呢 保全了性命 所以呢 感谢啊 这个李树啊 结了这个李子呢 能够让他们 母子两个人啊 躲劫避难 所以呢 后来就干脆呢 找这个同音的 这个李子 来替换 他原本的姓氏 道理的那个李 那因为高瑶的祖先啊 他是隐姓 那李姓呢 在先秦时期呢 发展的较慢 比较没有深远的影响 那到了魏晋以后呢 就逐渐的发展 而且呢 成为中原的五大姓之一 所以呢 另外的四个姓 是王崔鲁正 那加上李呢 就是呢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中原的五大姓氏 到了唐代 哇 李姓呢 更加的发展快速啦 因为唐朝的皇帝 就姓李 所以呢 因为这样啊 所以 因为是王 因为是王家嘛 皇家嘛 所以呢 他们的子孙呢 繁衍快速 而且呢 当时唐朝的皇帝呢 也喜欢哦 让功臣啊 接受呢 这个四姓为礼 所以呢 有一些在唐朝 姓李的人士 不一定跟皇室 有血缘关系 有一部分呢 是别的姓 然后呢 受皇帝的四姓之后 而改姓的 就像 等一下我们要讲到的 郑成功 郑成功 我们都知道 他姓郑 对不对 可是呢 当时明朝的皇帝 因为姓朱 那又因为呢 郑成功 有大功 所以呢 皇帝啊 就似他姓朱 所以呢 我们称他叫国姓爷嘛 所以呢 有人称他叫朱成功 那原来他本名 叫做郑成功 意思是一样的了 好 那我们再看到 所以呢 李氏呢 因为在唐朝 得了天时地利之变 所以呢 三百年 这个快速的发展 最后呢 也成为中国第二大姓 那在第二个部分 千禧流步这个地方 这有一些细节 就请各位呢 自己参看 那么 我要请各位来仔细看一下 第二行的地方 李氏呢 大概呢 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呢 他 喜居到了西南这一带 分布在呢 四川啊 然后呢 云南啊 这一带 而且呢 还融入了当地的小数民族 像白族啊 苗族啊 壮族啊 等等 所以呢 在这一些小数民族里面 也有姓李的姓氏 那么在千禧分布的这个地方 我们再看到 岛属的二四六 第六行 这边也有一段 蛮有趣的 明朝初年的时候呢 李姓的人士到琉球去 然后呢 后来呢 就变成了 这个琉球国 跟当时明朝 清朝啊 有一些官方往来的时候 那经常都委托这些李姓的华侨啊 来当通义 所谓的通义就是翻译 所以呢 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姓氏 刘布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在琉球很多早期的华侨 也都是姓李 当然随着时间的改变 因为明朝距离现在也五六百年的时间了 所以呢 可能原本他们理性的这些人士啊 也慢慢的可能为了要融入本土 所以他也改变了他的姓氏 所以我们就不容易看得到 看得出来 他是不是华人 那类似的情况呢 在泰国也有这种状况 昨天 前天呢 我们华语中心啊 因为呢 承办了这个教育部的一个计划 就是呢 我们输送了台湾的华语教师呢 到泰国 所以呢 这个业务呢 由我们承办 那这一次呢 刚好也邀请了 泰国曼谷 有一间很知名的这个大学 叫做政大管理学院 这个政大跟我们台湾的那个政治大学的那个政不一样 他是政大光明的政大 然后呢 他的前主任啊 李主任 刚好呢 也来台湾 进修读博士班 所以呢 我们就邀请他来 当做呢 评审 来 选拔 我们输送到泰国的老师 然后我就闲聊了 就聊到了这一段 那我就询问了这位林主任 这个林主任啊 他呢 是应该算第三代的华侨后代了 那我就问他说 那林主任啊 你在那个泰国啊 官方的文件上面 就是用林汉发三个字 当做你官方的这个姓名吗 他说不是 他的姓啊 其实呢 有保留 是林 可是他的汉发这两个字呢 他是有泰国的名字的 然后他还跟我分享 他说啊 早期呢 因为很多的华侨在泰国 会被排挤 所以呢 为了要隐藏自己的身份 所以呢 有很多人都是呢 改为泰国的姓 那有一部分呢 改为泰国的姓的时候呢 因为泰国的姓 他可能是好几个音节 两个音节 三个音节 他就会把自己原本的汉姓 把它藏在里面 变成一个音节 所以呢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像他姓林 所以呢 像他认识的 同样也是华侨姓林的 他的泰国的姓 可能是林 彤彤 随便啊 我随便举个例子 林彤彤 所以那个彤彤 可能就是加上去的 可是他在第一个音节 或第二个音节 就是他把自己的汉姓 的那个发音加进去了 所以也是为了要融入本土 所以呢 我们华人啊 其实呢在全球各地啊 都有华人的足迹 但是为了要求生存 求发展 有的时候呢 也不得不做一些调整 所以呢 这个琉球的理性 经过几百年之后 可能我们去琉球看到 这个人看起来好像 是华人的五官 可是你看他的姓名 或许看不出来了 好 那我们再 往下看 那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上面 哪一个姓氏称王称帝的最多呢 就是李姓 姓李的称王称帝的人啊 有六十多个人啊 而且呢 他建立的王朝 哇 各位看到后面洋洋洒洒 好 当然有一些王朝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像唐朝啊 这个就是呢 这个最辉煌的 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期 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大家不熟悉的 那可能是一个独立的王国 或者是呢 由这个 小数民族 所建立的王国 那大家会怀疑啦 哎 少数民族 那他为什么也姓李呢 不要忘记了 刚刚我们前面有讲过 他们经常呢 会接受呢 皇帝的班次 所以他可能 有他自己少数民族 原来的姓名 可是得到皇帝的班次之后呢 他官方的姓名 就改成了姓李了 所以我们在史册上面啊 也会看到 明明是少数民族 可是他也姓李的状况 所以我们一并 也把他呢 归纳进来 所以也有一些 少数民族 所建立的政权 好 那我们看到下面 第三个唐号 唐号的话呢 大概都是以俊旺 作为唐号的历史最多了 所以呢 隆西唐 这个大概是呢 李姓的唐号最大宗 那么隆西在哪里呢 隆西呢 就是在现在甘肃省的东部 甘肃省的东部 所以呢 李姓 他们说应该就是呢 在那个地方啊 形成了一个 旺族 人口最多 那实地也最雄厚 所以后来的李姓呢 就以隆西 作为他们姓氏的一个俊旺 那也就 沿用为唐号 好 那历史的名人 我们看到 按照时代的先后来谈的话呢 第一个大概我们 在先秦时期啊 最著名的思想家 就是呢 李尔 那李尔就是谁呢 就是老子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都知道孔子 孟子 那孔子 感觉比较没问题 因为一般我们的说法 说他姓孔 其实这个说法有一点问题 但是至少 他的事 是孔事 是没有错的 孟子呢 姓什么 姓孟 其实严格来讲 他不姓孟 他的事 姓氏的事 是孟氏 所以昨天我们谈到 姓跟氏的差别了 好 那看起来 至少他的姓氏 跟后来我们 给他的尊称 孔子孟子 是一致的 可是明明 老子姓李啊 那我们为什么 称他叫老子呢 那不是应该 称他叫李子吗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啊 那如果按照那个 逻辑 老子应该要姓老啊 可是就兜不容了 这个很有趣 那老子到底是谁呢 大概呢 在学术界有几个说法 但是呢 以这个说法 大概是比较主流的 就是他姓李 明尔 字老丹 我来写一下 所以李尔 是他的姓跟名 那他的字呢 叫做老丹 这个字大家就 比较少看到 一个耳之边 然后呢 右边是一个 然 那么老丹 是他的字 所以呢 就认为 一般大家都认为 他是以他那个老丹的老啊 来作为老子的老 的这个称呼啦 但是这样子说起来 恐怕还是没有办法说服大家 对不对 孔子 孟子 至少都是 他的氏 作为我们尊称的 一个 名号 那为什么 这个老丹 他是用他的这个字 来作为他尊称的名号呢 感觉好像又有点奇怪 最近这几十年 在中国大陆 不断的有一些出土的文物 那其中呢 最珍贵的就是一些竹简 以后我们有机会来谈到竹简 那竹简的话呢 它的材质啊 是用竹片做成的 那各位想想看 竹片是有机物 如果它埋在地底下 两千多年了 如果按照一般的逻辑 它应该会怎么样 会烂掉吧 会腐烂掉吧 你说青铜器啊 因为它是青铜嘛 所以它保存得很完整 虽然说 有的时候会有绣食的状况 但是基本上 它保存的时间应该是更久 那竹简为什么能够被保存下来呢 其实大家都觉得 非常的幸运 因为不是这么多的比例 可以被保存 那只有在天时地利 能够搭配的情况之下 这些竹简才能够保存下来 那竹简会保存是因为 它泡在水里面 泡在水里面反而能保存下来 大家会想 不对吧 泡在水里面应该会加速它腐败啊 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就是 因为它埋在墓穴里面 墓穴里面基本上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它会形成真空状态 所以墓穴里面基本上 它是没有空气的 所以没有空气 它就没有细菌 没有细菌 就没有办法腐蚀 腐败这些有机物 所以它泡在水里面 反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保护层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长江流域这一带 所挖掘出来的竹简 基本上都是泡在水里 才能够保存 那也有刚好相反的 在汉潮 我们也发掘到了汉潮的竹简 但是那些竹简呢 就是在戈壁沙漠 非常的干燥 基本上它是脱水的情况之下 它也能够保存 所以这个状况呢 大概可以分成这两种 那我要切回到刚刚我要讲的 在中国大陆发掘的 这几批的竹简里面 刚好有一批就提到了老子 那我们都知道 它是叫老子对不对 那在竹简里面 它老子的那个老的写法 居然写成了理 因为按照里面的内容 它谈的一定是老子 讲的这个人是老子 没有问题 但是它的字型写的却是理 那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那既然当时的文献 就把它写成了理 可是到了后来 我们在传世的典籍里面 为什么还是把它写成老呢 这就关联到 昨天我们谈的那个问题了 这个理跟老 它会有文字上面的这个互用 是因为什么 假借声音的关系 因为理跟老在上古音 发音很接近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就能够理解 老子之称于 之所以被称为老子 其实不是因为它的字是老单 而是因为当时 它在记录这个声音的时候 它有时候用理 有的时候用老 所以后来是老这个字 流传在典籍里面 被保留了下来了 那竹简里面称它为理 那就符合了我们一般 所理解的那个逻辑 用他的姓氏来作为他尊称的名号 就跟孔子孟子一样 这样了解了 好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老子 他是道家思想的发源 那除了老子之外 道家思想还有另外一位 是谁呢 就是庄子 庄子的部分我们就留到 后面介绍到庄性的时候 我们再来讲 那一般我们都认为 老子跟庄子 谁在前谁在后 因为我们都说老庄老庄 大概我们都认为 应该是老子在前 庄子在后 但是我们近世的 近代的国学大师 钱宾寺钱先生 就是钱牧钱先生 钱牧钱先生 他在先秦诸子戏年 他有一个不一样的观点 他认为应该是 庄子在前 老子在后 当然钱先生这个说法 也给大家带来很多 省思的空间 但是就现在目前 主流的说法还是老庄 老在前 庄在后 这个说法是比较流行的 那么老子的话呢 我们都知道 它有一部很有名的经典 这部经典应该 大家都很熟悉 就叫道德经 那么在文献里面 也有直接称 这本书叫老子的 也有 那道德经 其实呢 这本书啊 它大致上分成了两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道经 跟德经 那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版本是 哪一个在前 哪一个在后 道经在前 还是德经在前 很有趣嘛 如果大家对道德经 有一点理解 第一章的第一段话 怎么说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对不对 所以呢 是道经在前 可是很有趣哦 刚刚我们提到出土的文献 出土的文献里面啊 已经出来好几批 这个竹简版本的道德经 那如果比较完整的 我们来做戏连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做那个复原的时候呢 反而是德经在前 道经在后 就跟后来的传世的版本不一样 那熟是熟非 熟好熟坏 其实学者们都有自己的角度 这个当然可以去做讨论 但是我们会发现 有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传世的这些典籍 跟第一手从地底下 开挖出来的这些出土材料 往往都会有一点点的差异 可是我个人觉得 有差异是正常的 这是一定的嘛 两三千年的文献的流传 一定会有不同的 反而如果完全一模一样 我们才要觉得奇怪 这中间可能出现了 什么样的干扰 所以让它变得完全一样 因为如果就一个文献流传 文献的这个教授的角度来讲 一定是各自有它发展的空间 那如果都定于一 显然是受到了干扰 不管是学术的或者是政治的 一定是强加干预 只能用一个版本 用一个说法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往往那个学术的开展性 就已经受到了很大限制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传世跟出土文献 有不同是很正常的 而且我们应该要乐见这样的状况 那我们再看到这个老子 所以《刀德经》里面 其实他有很多的思想 现在我们华人社会 还是有一部分的人 受到他的这个影响非常深 所以像这个天人合一的观念 那亦阴亦的观念 物极必反的观念 其实都源自于这个道家 但是刚刚我们提到 道家思想的创发者是里尔 可是很多年轻人 他会把道家跟道教混为一谈了 请问道家跟道教有一样吗 不一样 道家是思想 他是学术 那道教呢 他是宗教了 那么以中国的道教的发源 应该比较 大家公认的说法 是来自于东汉时代的张天师 那五斗米教 那他以老子作为他的开山始祖 那个是他追奉老子 所以现在我们在道教的四冠里面 也看到三清老祖 也有奉仕老子的神祈 那当然也是他追奉老子 为他的开山祖师 或者是先知 先觉者 那当然这个是后来他的追风 所以我们不能够混为一谈 把道家跟道教混在一起了 好 那谈到这个 离耳自老丹 昨天我们也谈到了 明跟字的关联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这边又是一个很鲜明的 一个对照 离耳自老丹 你看到这个丹 他是耳部的字 那耳部的字一定是跟耳朵有关 那丹是讲什么呢 丹是讲耳垂 所以明是耳 他的字是丹 所以明跟字就有了细连的关系了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看到第二位 已经到了西汉 也是一位很有名的将军 叫李广 这位李广将军 多次出征匈奴 作战七十余次 骁勇善战 那所以呢 我们在史记里面 司马迁对他非常的敬重 那我们都知道 司马迁的史记 他大概呢 写人物的部分 因为人物的身份不同 他分成了三个部分来谈 如果是帝王的话呢 他把它摆到本记 那么如果是呢 这个 诸侯啊 那他就把它摆到 释迦 然后呢 如果是 不是前面这两种人的 都通通把它摆到 列传 列传 像刺客列传啊 等等 那么 在列传里面 上马迁 绝大部分 都是直接指名道姓 某某人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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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加上官名的 就只有李广 好 所以他 称李广 李将军列传 而不称李广列传 好 那由此可知 这个司马迁啊 对李广是非常的敬重的 所以特别标榜他的 这个官嫌 好 那因为哦 他在呢 这个 驻守边疆的时候啊 匈奴啊 非常畏惧 他的这个 呃 呃 兵法 他的掏掠 好 所以呢 都不敢骚扰边疆 好 所以呢 当时啊 大家呢 就称李广为 非将军 那这个非将军的非 当然是讲 速度啦 好 行军的速度 一定要快 攻击的速度 一定要快 包括 撤退的速度 也一定要快 好 因为 围快不破 好 所以这个在武功啊 在兵法上面啊 都是有这样子的概念 好 所以称他为非将军 好 就是呢 他 这个兵贵神术啊 常常能够出其不意 偷袭匈奴 好 那也常常呢 一晃眼 哇 人就完全找不到他的踪迹了 好 所以匈奴呢 要来进犯边疆的时候呢 因为 没有办法呢 好 知道 这个李广将军 部队的主力在哪里 好 那吃过几次亏之后呢 也就不敢 进犯边疆 好 所以呢 大家对他都很敬重 哦 那李将军呢 有一个 很有趣的事迹 好 李将军啊 有一次呢 也是驻走边疆的时候呢 就去 这个 这个 在外面啊 去巡视 这个 一些 边防 那巡视边防的时候呢 也就带了随众的人员嘛 但是带的不多 然后呢 突然之间看到 哎呀 草丛里面啊 怎么好像有一只老虎啊 握在草丛里面 趴在草丛里面 好 他就赶紧哦 跟随众人员啊 要了弓 要了剑 好 然后呢 用力开弓 一剑 就射到了 好 他觉得有射中 但是因为哦 天色昏暗了 好 那想说 反正啊 这一剑啊 射中了老虎啊 此命休矣啊 也不急着哦 要把他呢 搬回去 好 那趁着 太阳快要下山了 赶快呢 回到呢 这个 这个 军营 好 所以呢 他就回到军营之后呢 就跟 军营里面的 一些教将就说 我刚刚啊 就在营外 什么什么方位 射中了一只老虎 明天一早啊 你们就去把那个老虎呢 给扛回来 结果隔天啊 这个教将呢 派了几个小兵 去找 哪有找到老虎 找来找去呢 就看到了一颗大石头 石头上面啊 插了一只剑 而且那个剑是 直接射进了 那个石头里面 他们想说 哎呀 这个有点古怪啊 那找不到老虎 看到这个事情 也得回去报告啊 所以呢 这几个小兵呢 就干脆呢 就奋力 把那个剑 给拔出来 结果一拔出来 剑头的那个地方啊 有做记号 那个记号 正是李将军的剑 所以呢 这个回去呢 负命之后呢 李广才发现 哇 人家都说我 剑术高明啊 没想到我这么厉害 居然能够一剑 设立了这个石头啊 后来呢 他呢 也再去尝试 用剑来射石头 可是用剑来射石头 后来有没有成功 都没成功 那为什么 那一次能够成功呢 这个我们从 生理的 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就知道 人遇到危急的时候呢 会怎么样 会 分泌 肾上腺素 所以呢 你的 这个 什么 跳跃力啊 肌耐力啊 都会爆发 瞬间爆发 所以呢 这个也印证了 这个腺上腺素的 肾上腺素的一个 一个效果 我的母亲 也有一个 类似的经验 我们早年 还住在乡下的时候 我是高雄美农人 我们早年家里面 还有种烟叶 今年烟叶 已经是最后一年了 大家 可能 以后也无缘再看到 长在土里面的烟叶了 以后就没有了 那早年在种烟叶的时候呢 因为冬天 是种烟叶的季节 那烟叶啊 它叶子很大片 那当然 这个要去除草 要去这个 照料 那我的母亲呢 就带着锄头啊 要到田里面去除草 那我母亲啊 她知道啊 这个常常啊 会有蛇 躲在那个烟叶的 大片的叶子下面 所以她去除草的时候呢 她很聪明 她不直接用手去剥那个烟叶 她带着锄头去 她把那个烟叶剥开 然后呢 检释一下 人家说打草金蛇嘛 剥开之后呢 没有蛇 她就去拔杂草 那很辛苦 因为你要一株一株去剥开那个叶子 结果呢 冷不防的 一剥开烟叶的时候呢 哇 一条 我母亲说应该是青竹丝吧 就直接盘上了那个锄头 就盘上来了 而且速度很快 然后呢 我母亲啊 一情急之下 就把那个锄头啊 往外一抛 据说呢 抛了好几公尺远 为什么说是抛了好几公尺远 因为旁边有见证人 有人看到 我们的这个 同宗族的一个伯父 然后呢 我母亲啊 三步并两步跑啊 因为我们那个田啊 它是有一个坡砍 它是在一般道路 稍微再低一点 大概那个高度 也有两公尺哦 所以一般我们要下田 要走那个阶梯 要走好几阶 才能够从路面 下到那个田里面 我母亲情急之下 三步并两步 然后呢 好像武侠小说的轻功啊 就踩着那个坡砍的石头 啪啪 两步就跳上去了 结果那个隔壁的那个伯父啊 看到之后呢 还在那边拍手大笑 就说 哇 你在演武侠片啊 哇 怎么那么伸手矫健啊 结果呢 我母亲啊 才气急 就跟她说 哎呀 有蛇 有蛇 然后呢 我那个伯父说 难怪 你那个锄头啊 抛得老远啊 原来啊 就是遇到的蛇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 圣上限速 爆发之后的一个实力 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再回来 所以李广这个非将军啊 这个名号呢 也是 这个非常了不得的一个成就 这真的李将军啊 一辈子啊 很可惜 他有很多的部下 比他还知浅 可是因为立的战功 都已经封侯了 封了侯爵了 可是呢 因为他自己啊 个性很耿直 他不逢银拍马 他也不阿谀奉承 所以呢 就常常 就是临门一脚 要封侯的时候呢 名单里面就没有他 那其他的部将 已经有十几位都封侯了 独独他就没有 好 最后呢 他最后一次出生匈奴的时候呢 因为啊 跟主将不合 所以呢 被主帅 被主将 摆了一道 然后呢 他也觉得 既然如此 那我就承担 这个错误 不要去连累我的部将 一切由我来承担 所以呢 在班师回朝 要回到京城的时候呢 最后他是 这个自吻 结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是一个 这个有担当 而且呢 很刚介的人 那当这个消息 传为独成的时候呢 百姓们自动自发 为他批麻戴笑 出城门 实际里面的说法 好几里外 那个人数可能有 这个几万人以上 披麻戴笑 在关到两旁 跪迎李将军的 这个 这个 他的那个 灵鹫 回来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 讲啊 桃李不言 下字成熙 这句话 就是讲李将军 所以后来我们讲 桃李满先下 那个桃李 就是从这个典故来的 那我们再看到 第三位 姓李的人士 这个就是 刚刚我们谈到 唐朝的一代 这个 皇帝 李世民 唐太宗 那么唐太宗李世民 最初呢 是以玄武门事变 取得政权 这个故事呢 导致 大家 颇有争议 因为 唐朝的开国的君王 是李世民的父亲 唐太祖李渊 那么李渊 当时呢 取得政权之后呢 他是有册封 他的长子 李建成为太子 李世民是二哥 那他有好几个兄弟 那还有另外一个 第四个 排行第四的 后来也封了齐王 叫做李元吉 那么 李建成 皇太子呢 跟这个齐王李元吉 他们是比较亲近的 所以后来呢 他们就结成一胆 然后呢 当时 这个秦王 他被封叫秦 秦王 这个李世民啊 他是 自己 一个 一个事例 那 史书里面有说啦 说呢 这个 元吉啊 李元吉啊 曾经 对李世民 下毒 然后呢 导致呢 李世民啊 吐血 树生 那个生是容量单位 吐血 树生 哇 那个吐血 树生还能活吗 我们人体的 血的 这个 应该算重量吧 大概是我们人体的 重量的几分之几而已嘛 吐血 树生 理论上是 活不了的 但是后来 李世民呢 虽然吐血 树生 最后呢 还是 活得下来 所以呢 对于 这个李元吉啊 他的弟弟啊 下毒 毒害他 他 非常的 这个 难以 接受 所以最后呢 他就策动了 玄武门之变 以 优势的武力 加持了 李建成 还有李元吉 最后把他的 兄长 跟四弟 都杀害了 好 那所以后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父亲李渊 好 也被夹职 被夹职之后呢 他就跟李世民说 好 既然 木已成舟 那现在呢 皇太子出缺 我就册封你为 皇太子吧 好 所以后来李世民 就因为玄武门之变 当上了皇太子 好 可是 当上皇太子的李世民 并不打算 等他父亲 受终正寝 好 他又再次的 率领部队 进皇宫 逼宫 要他的父亲 李渊 提早退位 好 所以后来呢 他就呢 当上了皇帝 他当上皇帝的时候呢 他父亲 还在世 好 所以呢 前面这个杀兄弟的事情 我们可以理解说 是李渊吉 这个不对在先嘛 所以他可能是一个 报复的行动 好 这个部分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还可以接受了 可是呢 他已经当上了皇太子了 又何必 急急急急急的 要提早登基呢 而且呢 以这个 侠持父亲 这个在中国的传统的 这个思想里面啊 既是不孝 又是不忠啊 所以后面这个 大部分的学者 都比较难以接受 好 所以啊 我们都说啊 这个历史呢 就是要 这个 盖棺论定嘛 好 那在还没有盖棺论定之前啊 我们只能够看到 其中一个部分 还好李世民啊 他当上了皇帝之后呢 历经屠治 对唐朝的国政 有一番新的气象 一番新的作为 好 所以 我们如果就 盖棺论定的 这个角度来看 他 后面的这一段的 这个距迹 事实上 是 正向的 所以 如果我们用 比较简单的 平衡的方式来计算的话 我个人是觉得 他还是 功大于过 功大于过 可是功大于过 不代表 他那个过 不能被检讨 不能够被讨论 所以 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要去 反思一下 李世民 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一段 这么的处置 到底 合不合一 好 那在李世民 这里国家的过程里面 还有一位 这个 跟他关系很深厚的 一位贤臣 这 君英臣两个人 也成为 中国历史上面 的一段佳话 那位贤臣叫做 魏征 写一下好了 魏征 魏征也是一个 很耿直的人 所以他常常 犯言直见 李世民 好几次 这他自己说的 好几次都想杀了魏征 可是后来 他就忍下来了 所以 有贤臣 也必须要有 圣君 如果独有贤臣 这个贤臣 也不能算是贤臣了 因为他可能 老早 就死于刀下 所以呢 这个 唯有君臣 两个人能够契合 能够互相包容 国家 才能够能 蒸蒸日上 好 那么 那我们再看到 第四 也是唐朝的一位 很有名的诗人 李白 李白呢 是著名的 浪漫主义诗人 这个浪漫主义 我后来 觉得这样子 写不太好 我还是请各位 帮我改一下 浪漫派诗人 会比较好 浪漫派诗人 那大家会想说 那还是很奇怪啊 老师 浪漫主义 跟浪漫派 那个 浪漫还是在啊 你只是把主义 改成派而已啊 好像差别不大 好 我要跟各位讲的是 在中国古代 的浪漫这个词 跟现在我们 在世俗通用的 浪漫这个词 它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讲的浪漫 这个词是从 这个 洋人的那个词汇来的 就是romantic 那个字来的 那它在翻译成 这个中文的时候呢 就从那个音里面 去找一个 近似的词汇 来翻译 所以呢 就挑到了 古代的文献里面 真的有浪漫 这两个字 然后又跟romantic 那个发音很接近 所以就把它拿来用了 所以呢 这是现在的浪漫 那么在古代 文献里面讲的浪漫 是什么呢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帅真 帅真 就是很直帅 很天真 是这个意思 所以跟现在的用法 是不一样的 那么一般我们 在讲到唐诗的时候 大致会分几个派别 就是依照它的诗的风格 来做区分 在唐朝 一般我们大致上会分成 山水田园派 像王维 师佛王维 像那个山上的风景 这个田园的生活 那个是山水田园派 然后呢 还来 就是那个边塞派 就是描写大漠风光 描写呢 这一些驻守边疆 将士的内心的凄苦 这个是边塞派 再来就是社会写实派 最著名的健将就是呢 杜甫 反映社会生活 还有像呢 圆整白居易 这些中堂的很有名的诗人 都是属于呢 社会写实派 那还有另外一派 叫做奇显派 很奇怪 很显 会写吧 还是写一下好了 奇显派 这个奇显派 他的特色 就是他喜欢用一些 很少见的文字 而且读起来很凹口 那没有什么很 优美的词早 这个是奇显派 也是很特意的一个 诗风 那再来 最后一个就是浪漫派 浪漫派的话呢 大概在唐朝 只有一个人 是当之无愧 就是李白 所以大家呢 如果对李白的诗歌 也蛮熟悉的 都会知道 他的诗歌啊 浑然天成 而且很率真直白 他也不会刻意的 要去营造 一些优美的词早 他就是一个 天重英明的天生诗人 所以他的文词 就是这么的率真 所以用浪漫这个词 是取他率真的意思 那大家都应该读过 他很多的诗歌 像《唐诗三百首》里面 也有收录了李白的诗歌 李白的诗 大概最 快智人口的 就是这一首了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请问 这首诗的诗名 是什么 哎 不错 大家还答得出来 就是静夜诗 我在学校问同学 同学都说 不就是床前明月光吗 这首诗不叫床前明月光 叫静夜诗啦 那还有另外一首呢 也是很有名的 就是宣州谢跳楼 鉴别教书俗云 开头的两句话 大家一定听过 君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桃明镜 背白发 朝如青丝 暮成雪 人生得意 须近欢 末时 金尊空对月 对不起 这是江敬酒 对不起 江敬酒 这首也是很有名 那么在早期 我们台湾 有一部连续剧 也很快是人口 就是呢 应该是这个 包青天 包青天的片尾曲啊 各位还记得是谁唱的吗 黄安 黄安 他的那一首 应该是最有名的歌曲了吧 心鸳鸯蝴蝶梦 如果各位对这首歌的歌词 稍稍的有 有记忆的话 他里面有很多的词句 都是画用 李白的江敬酒 所以呢 我就开玩笑啊 哎呀 当时黄安啊 靠这首歌 红透半边天 收了很多板碎 收了很多板碎啊 他应该要拿出一部分 买一些纸钱 画给李白吧 在这个 酒泉之下 也应该让李白分享一下 因为他很多的文具是从江敬酒里面画用出来的 当然是开玩笑的啦 那李白的诗歌我自己也很喜欢 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呢 也特意去修了李白的一些诗歌 所以有一些诗我到现在都还会背 刚刚不小心弄错了 那首是江敬酒 那宣州谢跳楼 鉴别教书俗云啊 也是很快是人口的一首诗 那他的名著很多 有长有短 那当时我们也读了不少 那再来第五位 是词人 李清照 他是南宋初期的词人 而且是一位女性 各位都知道 在中国女性的文学家真的是 辽若成心啊 大概如果是真的很知名的 一只手就算完了 那如果是一只手就算完 大概我们第一个想到的 应该就是李清照吧 因为李清照他的词 尤其他在后半生所撰写的词 真的是反映 当时他的声势的凋零 也反映了这个家国的破灭 所以呢 流传于后世 能够反映出很多读者 内心深处的想法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 特别对那一位作家的作品 有感觉 会去喜欢某一位作家的作品 其实就是你心里的投射 他讲出了你心里面想讲的话 了解 所以呢 像我个人 刚刚跟各位报告过了 我喜欢李白 我对李白的诗歌 很喜欢 那就是我心里的投射 李白帮我反映出来了 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 心理学的角度来观察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那代表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浪漫的人 不过此浪漫 不是现在的浪漫 是古代的那个浪漫 天真率性 是这个意思 那当然每一个人 因为随着生 这个生长的过程 环境的变化 你喜欢的 这个 对象可能会不一样 你喜欢的作品也会改变 但是有一些 生命的基调 大概还是跟你自己的 天生 天父的性格 还是有关联的 所以像 李行照 他的声势 的确也反映了很多 动荡时期 百姓们的心声 所以他的词作 很多人喜欢 那他自己呢 前半生啊 其实过得很悠游自在 他的丈夫啊 也算是家境很优渥 这个他们夫妻两个人啊 我记得好像没有孩子 就是神仙眷侣 那经常呢 都到呢 古董市场里面 去买一些古董字画啦 买一些什么 然后呢就研究那些古董字画 然后呢 闲来无事的时候呢 就 这个写写诗 唱唱歌 填填词 哇 非常的 这个惬意 可是啊 北宋末期 我们昨天也谈到了 就是有一个很动荡的一个事件 静康之难之后呢 整个北方沦陷了 所以呢 他跟他的丈夫啊 也就逃难到南方 后来 他的先生 就不幸往生了 那他自己是寄居在他的一个侄儿家里面 寄人篱下 然后呢 又孤苦无依 膝下无子啊 所以内心的这种感受啊 我们大概 能够从他的作品里面 去揣摩几分啊 他最有名的一却词 生生慢 对不对 还记得怎么背吧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七七惨惨七七 他特别用了 这个耻音的字 因为耻音的字 我们王院长要来上那个 对对对 大概他会讲到 因为耻音的 这个 这个 这个音啊 它是比较细的 所以比较能够去 称托出那种优怨的情怀 那如果是张口的 仰韵的字 通常是气象比较宏大 所以呢 如果李清照 他要表现出这样的基调 可是他又用张口的音 那个气氛就 打了折扣了 所以呢 填词 还有呢 作诗啊 其实也是要配合声音的 这种特质 好 这个是我们李姓 那再来我们看到 第五个姓是周姓 我们看到历史的部分 周姓是当今中国第九大姓 在台湾排名第十九 周姓的起源呢 也蛮复杂的 姓氏来源 有好几种说法 有好几个来源 有些呢 是出自于 皇帝时期的将领 周昌 那有些呢 他的这个来源呢 是出自于 商代的太史周任 那周姓源于基姓 是皇帝的后裔 后戚 那后戚的一孙呢 这个周太王啊 古弓胆辅 这个两个字 第三个字 大家可能比较少见 念作胆 胆量的胆 那个读音 那父亲的父母 我们昨天讲过了 如果是出现在 人名的时候呢 我们要破音 念作三生 古弓胆辅 是呢 后戚的 这个 子孙 那么后戚 他就是呢 周民族的始祖 那大家会想到 为什么是用后这个字 来称呼 这个戚呢 因为我们的理解 我们会认为 后 是皇后 她是女性吧 可是这个后戚 她是男性的祖先啊 那为什么用后这个字呢 原来啊 这个在古文字里面 有这样的特性 古文字里面啊 因为在早期 文字还没有定型的时候呢 它的偏旁部件 是可以随意更换位置的 有的时候 甚至于啊 它的字形啊 是可以倒反的 所以呢 各位试着把它 写过来 写下来 然后呢 你把那个后 写完之后 你从背后看它 它就变成哪个字了 镜像文字倒过来 哪个字 哪个字 司法的司 这个是后对不对 那倒过来呢 就是司法的司 那司这个字的话呢 它就有 长礼 管礼 率领的意思 所以它就是 周明族的领袖 所以我们看到后 不要认为是皇后 那是后来的说法 在先行的文献里面的后 有的时候呢 是当作司 来解释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古宫党府呢 帅于周明族啊 迁居到了周园 这个地方 然后呢 国宫党府的曾孙姬发 这个姬发 是谁呢 就是周五王 姓姬名发 跟学生谈到 他的名字的时候呢 很多学生都说 哇 这个名字好有趣哦 怎么会叫姬发呢 周五王啊 还有个兄弟啊 叫周公 周公大家都知道吧 对不对 他的名字也很有趣 叫姬蛋 那个蛋呢 是元蛋的蛋 上面一个日哦 下面加上一个一啊 那这个 这个姬发呢 周五王啊 就呢 攻灭了 商周王 而建立了周朝 那到了周平王的时候呢 激烈呢 受封于汝南 那后来呢 就逐渐的 就 延伸了 变成了 周姓 这个也是呢 周姓的来源的一支 那么周朝 最后一位天子 叫周南王 昨天我也被过那个世系嘛 对不对 安列显 圣禁南 最后一个是周南王 南王 那个南呢 就是羞愧的意思 所以我们有个词 叫做羞南 羞跟南 是一个同意副词啦 因为他是王国之君啊 所以呢 被奉上的嗜好呢 就用南来呢 这个 这个 写他 那么周南王呢 被周朝呢 这个 王国之后呢 就沦为平民了 这个南 好像打错字了 不好意思 我打错字了 请帮我改一下 这个字是好 南的话呢 右边应该是这样子才对 在教稿的时候呢 没有叫 没有叫清楚 抱歉 请帮我改一下 周南王后来呢 就沦为平民了 所以呢 也因为这样 所以周南王的子孙啊 也就呢 以周为姓 那当然 姓周的人士呢 也有部分啊 是从 少数民族 改姓而来的 比如说元朝的时候啊 苏卓周 这个姓氏 就改姓为周 那北魏呢 县帝的 这个 次兄啊 本来姓普 后来改姓为周 所以呢 这个 来源啊 就相当的多元 好 那我们看到第二个部分啊 千禧分布的情况啊 这个我们就 不特别细讲 但真的 我请各位呢 先看到 二四五 第五行 第五行 有提到呢 兄弟两个人 这兄弟两个人啊 叫做呢 王朝跟王审之 这个王审之的之 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写法 是写成 知乎也者的之 王兮之的之 所以这两个写法都对 因为有版本的不同 唐熙宗的时候呢 这两位兄弟的 就到了福建去开墾 好 所以昨天我们有讲到 有另外一组 在唐朝初年的时候 好 比较早呢 进入到呢 福建去的副资党 在这边 各位网上看两行 他的名号也出现了 就是呢 陈正跟陈元光 还记得吧 陈元光后来就被尊奉为 开张圣王嘛 好 所以呢 到了唐朝中叶的时候呢 这两兄弟呢 也进入到福建去开墾 好 那么 我们台湾 信州的人士 大致上呢 都是从福建广东 这个迁徙而来的 好 所以呢 也都跟福建广东的开墾 有关联 所以我会特别 把他们开墾的时间 还有的缘由 把它写在 迁徙分部里面 让大家来做参考 好 那我们看到呢 下面第三个唐号 那么唐号里面的 有一个叫做细柳唐 好 看到细柳两个字 大家都因为想到 好 在汉朝有一位 这个将军 好 叫做周亚夫 好 周亚夫 他也是呢 好 在汉朝的时候呢 知名的将领 好 也是呢 屯兵在塞外 为了要呢 防堵匈奴进犯 好 那他当时驻军的地方 就叫做细柳 好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 称他叫细柳营 好 那么这个 周亚夫呢 是治军很严明的一位将军 好 当时呢 汉文帝 好 他呢 到了边境去 围绕军官 好 到了西柳营啊 哎呀 看到呢 这个守军啊 非常的整齐 心中呢 非常的 这个赞赏周亚夫啊 好 结果来到了军营门口 哎 报上了天子驾到的名号 结果呢 这个守门的将士啊 闻风不动 好 然后呢 居然还跟他说 军中闻将令 不闻天子令 哇塞 如果各位是 如果各位是汉文帝 这个时候 你心里面会怎么想 好家伙 要造反了 是吧 好 居然呢 哎 我天子亲自来了 你还不开门 好 可是 汉文帝 有度量 好 他不但没有呢 怪罪呢 周亚夫 反而赞赏周亚夫 好 心中暗暗称许啊 真将军啊 当将军就是要 当这样的将军 才能够为国尽忠 才能够报效朝廷啊 好 进了 这个军营之后呢 好 这个军营里面有规定 不能跑马 不能跑马呢 就是呢 不能够让这个马车啊 这个 小跑步 就一定要慢慢走才可以 好 所以呢 即便是天子驾到 也应该要呢 服从呢 军营的规定 好 所以呢 汉文帝呢 也就造办 好 所以 到了后来 进到了这个军营里面之后啊 周亚夫呢 才不急不徐 出来接驾 这个 要是换了别的皇帝啊 这个周亚夫的人头 早就已经落地了吧 好 如果按照一般的想法 天子驾到 你将军就应该要出军营 搞不好还要出军营外籍里 去跪营圣驾 结果没想到 他是 等皇帝到了军营的时候呢 他才出来接近 所以汉文帝啊 觉得 哇 真是哦 这个治军严明的将军 所以周亚夫呢 也深得呢 汉文帝的信任 那当然 周亚夫呢 也建立了一番工业 好 这个也是 一个古代 君臣 和谐 而且 是流传家话的 一个例子 跟刚刚我们讲到 唐太宗跟魏征一样 一文一武 都是呢 可以 作为典范的例子 刚刚就是因为 周亚夫的这个事迹 所以周亚夫的子孙 就以他的祖先的事迹 为自己呢 这个家族呢 定了一个唐号 叫做戏柳唐 是这么来的 好 那第二 爱莲唐 谈到爱莲 就会想起 我们在国中的国文课本 有读到一篇 爱莲说 作者呢 就是周敦怡 那周敦怡呢 他爱莲花 欣赏莲花 他认为呢 莲花象征君子 好 所以呢 也用这样子来 用这个来勉励自己 然后呢 也勉为世人 好 要像莲花一样 出淤泥而不染 好 这个是 好 他对于莲花的 一个象征 好 的一个期许 那么在古代 我们大概呢 也可以看到 有两组 比较快制人口 用植物 来象征品格的 例子 好 第一组 大家应该是最清楚的 最常听过的 就是碎寒三有 好 碎寒三有 好 就是说 好 到了天寒地冻的时候啊 好 有三种植物 他 不畏风霜 还能够呢 继续坚持 生长 坚持着开花 所以后来 古人们 也就把它 提列出来 成为碎寒三有 来勉励自己 也勉励世人 那碎寒三有 是哪三种植物呢 松 竹 梅 松树呢 就是寒代的植物嘛 所以它本来就是 坚忍不拔 竹的话呢 也是呢 历经风霜 而不凋谢 梅花更是 越冷越开花 那还有另外一组呢 叫做呢 四君子 四君子呢 大家比较 少听过 好 不过呢 如果大家有了解 台湾 很快制人口的 桌游 麻将啦 它也算桌游嘛 对不对 因为在桌上的游戏嘛 那里面呢 有花色 就有四君子 就是 梅 兰 竹 菊 其中有 重复的 这个梅跟竹 跟碎寒三有 是重复的 那兰 跟菊 为什么也可以呢 作为君子的象征呢 这个兰 兰花 不是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 西洋的兰花 现在我们台湾 也是兰花王国 我们城大 我们的育成中心 还有呢 技术转移 辅导厂商 开发了很多 兰花的品种 还把它做了很多 附加价值的产品 但是那些都是 西洋的兰花 那么中国 有所谓传统的 国兰 这个中国的国兰 它必须呢 生长在 悬崖峭壁之下 那所以呢 这个以兰 来当作君子的象征 就是他很高洁 然后呢 左耳不群 能够呢 一世独立 而不受的 红尘俗世的纷扰 所以呢 有君子的结操 那菊花 也是呢 君子的象征 那菊花的话呢 也是一样 它象征着君子呢 的什么样的精神呢 大家不晓得 有没有特别去了解 传统黄色的菊花 或白色的菊花 它有个特性 就是呢 它在枯萎的时候啊 它的花瓣 是不会凋谢的 它是黏着在 那个花托花鳄之上 所以它是整个干燥 不凋谢 所以呢 也象征君子的结操 就是我坚持到最后 即便我牺牲了生命 我还是坚持我的理念 所以呢 也有这样子的寓意 象征君子 好 那时间也到了 我们就稍微的休息一下 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